家里面人太好了 安静静给自己做个面吧 面皮反复压制 调整厚薄 一遍一遍地压 压到喜欢的厚薄程度 压好了之后粘个粉 要粘跟面粉不同类型的粉 这样子它们才不会你浓我浓地粘在一起哦 装上切面器 面就切出来了 斩一斩拉一拉 一条一条把它分开 这样子手工面就做好了 看着还不错对吧 开水下锅 煮面 筷子搅动一下 把面剥散 面条一下子就煮好了 配上自己喜欢的酱 交给 开始享用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